大家好,我是Den 前几天有给大家介绍过 爱情文出身的钱阳 因为最近行程突然变很多 所以很可能会有solo出道的消息 甚至也有网友们猜测 应该会在10月份出道 而昨天虽然不是官方 但是比官方还要官方的消息 令粉丝们都非常期待了 昨天钱阳的妹妹一起成员钱阳 出演了综艺节目 而在节目中主持人问到了钱阳的近况 这个时候钱阳回答了 姐姐现在正在准备 应该会非常帅气的出来的 剧透了姐姐钱阳 真的要准备出道的消息 因为不是别人 而是妹妹在节目中透露了这些消息 所以粉丝们都觉得 钱阳的回归已经是百分之百的事情了 这次一定要出道 但连娱乐旗下一人主打歌都很好听 所以真的很期待 歌唱舞蹈都可以 只要歌曲好听一定会成功的 solo出道后 与温兔舞者们合作的话 应该会很帅吧 虽然说妹妹在节目中透露的话 姐妹两人是已经有沟通过 但是在官方发表之前 还是要等待比较好 嗯 所以大家觉得 钱阳今年会solo出道吗 下一个消息是 Blackpink在皮肥波的哈200排行 连续两周登上了一位 创下了K-pop女团首次的记录 而YouTube频道也突破了8000万的订阅数 超越了Ariana Grande 成为全世界订阅数最多的艺人了 而Blackpink将在下个礼拜9月16号 以兴取Shutdown回归 真的大发 哇大发 完全是把Beerboard做成美容水准了 希望能以这次的兴取Shutdown 再次刷新自己的记录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很久之前曾经在影片中说过 Twice可能会出小分队的消息 看来是真的了 今天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JYP娱乐注册了一个商标 Mis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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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看到这个名字之后 很多航空网友们就确定了 Twice小分队应该就是 Misamo 哇 哇竟然是Misamo 名字真的叫MisamoCQ 好可爱 只会在日本活动吗 如果在韩国活动 应该会有一个韩国成员吧 拜托 一定要韩国活动 疯了疯了 不管是韩国还是日本 哪里都好 真的超级高兴 不过因为这不是专辑编号 而只是注册商标权而已 所以其实还不确定 什么时候会有小分队活动 但是那又怎么样 只是这个希望 就已经足够让粉丝们幸福了 所以Misamo 大家想象过这个组合吗 Mis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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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amo